波波维奇没长给文班的时间不到30分钟 但留给文班的时间 还有很多很多 当文班和勒布朗站在一起 给人那种火炬传承的感觉 20岁的年轻人交出27分十篮板 八助攻五抢顿五盖帽 如今我们对数据已经不那么敏感 但文班式的数据 还是足够震撼 他会把五成五变成他的标签 历史最年轻的五成五 历史第22人 现役第15人 他在比赛中的那些画面 即便是最古板的球迷 你也得承认他身上的天赋太过惊人 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 文班亚马是太超现实的 你会想起20年前的乐布朗 刚出道时人们断电 依靠身体打不了太久 如今文班也是一样 他太瘦了 太容易受伤 他们被人过掉被隔扣 被封盖 都会被无限放大 你应该给文班多一些耐心 也不需要太多 因为他进步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年轻时我们的听力很好 能听到外界的一切声音 于是这个世界兵分多彩 也极为复杂 但你走的路多了 你就只有一个选择 宽装内心的声音 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